大家好,歡迎來到TONY的Transport & Live的頻道 我是管理研發台的Saison 4 現在我身處的位置就是樂富廣場 現在我身處隔壁是39M 這輛車是由樂富到東頭村的循環線 我小時候都經常乘搭 我都大概知道它的效率是怎樣 我上了車再說 好啦,現在時間是16日 剛剛沒多久之前才開車 已經上了大約15個人左右 今天是一個平日 這輛車其實都很久歷史了 80年代開的 就跟38M一起照標回來的 這條線呢 它走經的就是 最主要都是東頭村 它有一點逆時的走法 就是先走到債城公園那邊 跟著下去東頭村 跟著再走回大城街街市 再回去橫頭坑 現在應該會登到它坐滿的 現在是19座來的 這些車都很密的 以我所知都已經 由我小到大膽都知道 這條線是非常之貧民的 這裏最主要要做的客園 就是東頭村一帶 也做到啟德花園 黃大師下村 有美東村 最主要做這些 還有做鐵生意 駱府這裏也是買東西的地方 尤其以前有Eon的時候 還有大城街街市 也在一些社區接隔 現在開車 應該是18個人開車 還沒坐到滿了 不過現在在搜尋 4.4這麼短途也不錯 這輛車長期維持6分鐘 表列長期維持6分鐘不斷 接著看那個店 接著看推ity 然後看cakesimiz algunos客園 我就不會選擇全程 而我是會選擇家大城街街市 通常都是搭到那個位置就要自支部 還有一條 其實這條線也沒有什麼景震 最主要都是做樂府 跟著周圍 即是向著東頭村的方向那一帶的生意 很少會畫這些線都是看著阿東頭村 其實這條線就在阿東頭村重建之前開的 應該是當年的所謂的豬頭骨 因為當時開了300M 就做了續圓 不過到現在來說 其實這條線仍然很密 因為東頭村 其實東頭村這個位置很尷尬的位置 就是東頭村其實是 最近是樂府站的確 但是其實距離黃大仙站 或者甚至新開的 例如鑽石山站都不是很遠 然後新開啟德站 宋磨台站 其實也不是超級遠 就是看你哪種 但其實超遠的話 其實也要走15至20分鐘 所以在東頭村 其實這條線仍然做了博士生意 其實就做得完 上了那一個 應該就坐飽了 其實這位鏡頭所見 其實這個鏡頭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其實這個公園後面 再走過一點 其實已經在黃大仙夏村 東頭村一帶了 真的不是太遠 但走過真的很一段路 所以這些線 遊戲日加了很多 這些購買數碼的 par畫面 開箱 它們可以的確是在外面 一邊 直接採訪 我已經想要看得到 這條線 斗子 然後就在網址 下廈 美東村就沒有人上落 這些通常都很少 這條線都是很依賴東頭村的 還有大城街街市這兩個客廠位 落後意外 那公寨城公園就下一個上一個 那20人 那有兩個上不到 我想那些人都會喜歡等這輛車 因為這輛車收了4.4 如果想對這裏有好幾條線 例如1號仔、11K、13這些 其實都收得比較貴 如果對於區內來看 在這裏走一段路 其實這裏完全是東頭村 都已經在東頭村 和大城街那邊 那你見到這裏 其實都 刷了幾一陣的 這個是 以前的美東樓那邊 那你見到刷寫了 那重點 那我拿4個上4個 但是又買到這裏 我買到財產 我買到這裏 我很想要還要買到 這裏 我買到的 那裏 我買到這裏 其實現在還是很少 你可以買到這裏 等下裏 所以我買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在東正島的椅子位 這輛車其實在上學時也會在培民島上的學校 在我這個鏡頭的對上就是一間學校 所以這條小巴線在上學時段 不過這個就很近年了 這個就比較近年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斜對角已經在東頭村 所以我現在看這個鏡頭的位置 但是在東方村上學校 因為我可以在東方村上學校 所以我會在東方學校 因為我會覺得是有一個人去的 我現在就在東方學校 我現在就在東方學校 所以我會在東方學校 我會在東方學校 我會在東方學校 我們現在轉進東陸道 這裡就是東藤村 剛剛好是拿3個上3個28元 謝謝 其實這條村已經開始老化得很厲害 不過仍然能養到斑下 這裡就是雅潛圍村 前一點就是啟德明 右邊就是以前的巴士公路站 下2個上1個 這樣就29元 很明顯這條小巴士公路也有很多 2元左右 社區的客人也有很多 社區的客人也有很多 其實跟我以前對比 好像更加多了 來到東匯村這邊就 下2個3個 下3個 應該可以上4個 下3個 下3個 下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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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下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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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5個 1個 2個 下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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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東頭處 我真的不太乱了 這裏都是大城小學的位置,對面就是街城街開市 現在剛剛下了六個,現在在數三 四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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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